大家好 仙人球它是非常不耐肥的一种植物 而且又比较耐旱 不耐积水 所以说养护仙人球 长大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因为给它补肥多了 又容易浪根 给它浇水多了 又容易浪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想要自己的仙人球 快速的长大 该怎么养护才好呢 首先是 一定要多晒太阳 平时浇水呢 均行干透浇透 一定要干透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不干透 我们给它浇水 容易积水 容易烂根 同时可以适当的给它使用一点 这种HB101活力素 因为这种活力素呢 它是可以激活植物的一些生长细胞 让它快速的生长 像这么大一棵仙人球的话 我们只需要用上 两毫升就可以了 直接撒到这个盆的周边 就可以增强仙人球的 光合作用 提高它的生长活力 那么它的生长活力强了 这个时候 我们再适当的给它补点肥 就不会容易产生肥害 而且我们给它补肥的话呢 尽量使用一些高甲肥 比如说像这种花果中用型的 控制肥 这种控制肥的话 我们也可以 跟这个101活力素一起使用 因为它的肥效比较缓慢 同时这种鲜眼球它需要的 甲因素养量比较高 所以说大家不要随便用一些复合肥 那么我们结合这种101 给它使用的话 这个鲜眼球就不容易烂根 而且又可以促进它根系发达 让它生长得更加的旺盛 那么不管我们给它用什么肥的好 大家一定要均循 干豆交豆 尽管不能给它积水 一定要多晒太阳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鲜眼球 长得大 长得快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